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 感謝詹老師的介紹 那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午安 其實今天被邀請來參與 對不起 今天非常榮幸 受邀来跟大家分享 那事实上我觉得 我今天来这边分享 有一点觉得有点僭越 因为我本身不是通识的专业老师 但是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下 讨论的议题里面有一些回应 就是有我记得有一个回应 问一个问题说 专业的老师能不能来上通识教育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议题 那事实上我就在想 今天刚好我要分享就是这个 从一个专业系所老师的视角来看 通识教育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我们人一辈子 人的一生里面 前面花了很多精华时间 都在做学习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幼稚园国小 一直到可能甚至研究所毕业 都在学习 那基本上都是被定义在做 读书这件事情 那学了什么 学了怎么生活 学习怎么独立 然后学习各种专业知识 甚至学习专业技能等等 可是当这些学生被教育完之后 回到职场之后就发现到说 诶 好像学用落差很大 那我本身特别有感 因为我在进学校以前 我就在业界上班过 在产业界 而且是在我的专业的领域的产业界 上班过 所以我更能体会到 那种学用落差的 那个gap在哪边 那所以后来很荣幸 有机会回到学校 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致力于 怎么样去缩短这个gap 那事实上这些学生 被我们教完之后出去之后 发现到 诶 怎么职场工作跟他所学的 可能完全无关 那有一个部分 可能比如说跟他的主修是无关 所以有一个研究说 美国大概四分之三的大学生 毕业以后所做的工作 跟他的主修是完全无关 那事实上这个情况在台湾 其实也是我认为应该差不多 我是没有看过相关的统计 但是我在看这些学生毕业 甚至看看我自己的周遭的同侪 毕业以后 做的工作跟我的本科 其实是没关系的 那在这样一个学院落差之下 这些学生可能某一天 毕业以后回到学校来 看看我们的老师 他可能就会跟我们的老师讲说 老师 你以前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这时候我们只能叹一口气 回他说 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所以这个执掌学习 基本上这个落差 这个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后来的人生的后面的时间 可能又不断地重新 又回到了学习这件事情 那学的可能程度不太一样 所以基本上人的一辈子 我觉得就是一直不断在做学习 但是刚刚讲的这些专业的部分 在跟产业之间的一个落差之下 在未来可能会更加的 产生更大的一个差距 为什么 因为面临这种全球化 科技化快速发展之下 其实我们学生过去 可能会看中某一个专业 我学的本科的一个专业 但是这个专业 未来可能不再是专业了 因为有太多的科技化东西 可能会被取代掉 那甚至资讯太过于发达 现在LINE随便 就很多资讯就po上网 对不对 所以这资讯的取得 其实我们现在在上课 老师讲的专业课程 学生自己去Google大神一问 全部都知道了 老师如果不够认真的话 不够专业的话 马上被学生问到 学生基本上认真的学生 自学性的 现在有很多自学的学生 他基本上他超强的 甚至他看了语言又够强 直接看国外的各方面资讯 老师很快就被干掉了 所以这一件事情 反而是要去思考 是不是应该要朝向 全人类教育 我们全人教育所讲的 这个科普知识 跟跨域涵养这件事情 可能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思考的 那今天的分享里面 我大概分两个 我自己在学校开的通试课 一堂是海洋流言终结者 那一个是休闲生活与教育 这两堂课名 那在这个要分享以前 我可能要先额外一提 就是说 这个海洋流言终结者 是一个课程的名称 其实一开始 我在开这样一个课 跟通试单位申请的时候 是被打枪的 他们说 这个是一个节目的名称吧 这不是一堂课 老师你要不要改 你的内容写得很好 但是名称这样不对 一定要改 然后这时候我就跟 通试的同人沟通 我说我们现在教育 教育下一代 告诉他们要创新 可是我们的名称 通试课 开的课表 我全部看了一遍 我如果是学生 可能都不知道要修哪一堂 不太想修 因为觉得名称很无聊 那我也做过调查 学生我问说 如果开这样的名称 跟远来的名称 你们要哪一个 当然是这一个 所以我就跟通试沟通 我说 我们要学生创新 老师都不创新 怎么带学生创新 然后他也拗不过我 他就说 可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说好吧 不然我们就试试看吧 所以这个课名成功被我改了 休闲生活教育呢 我就改不了了 事实上 我休闲生活教育里面 真正讲的是 在讲那个逆水的问题 水域安全教育 它其实是透过逆水的问题 去探究生命教育 这个议题 而且是产生一个行动 好 那流言终结者 主要是强调媒体试读 因为 我们的 我本科的专业 本科专业是海洋 特别是针对雨夜这件事情 雨夜是一个冷门的东西 可是大家在网络上随便一找 就很多雨夜的相关的这些资讯 但是有些资讯是正确吗 那 我们没有在海上生活过 你怎么知道海上的生活是怎么样 特别 所以我在这场课里面 有讨论到几个议题 比如说 现在比较夯的 血汗渔工的议题 真的血汗吗 那本身 我本身是渔业 所以我在渔船上面 实习船上面 有出海抓过鱼 我可以体会到海上生活 那个过程 所以我就发现到 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这个有关于海洋的这种专业性 在网络上大家的这些流言蜚语 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的专业 带领学生去了解 学习这种媒体试读这件事情 那我的整个教学的历程来看 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一个年轻 年轻新进的老师 他有年轻的肝 青春的肉体 所以我有了 有了这个年轻老师的热情 爱心跟耐心 所以上课就准备很多资料 想要把它全部都交给学生 但是一个传统的讲述型课程 但是我在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就注意到 现在的 我在业界要到学校的时候 业界那个老板要离开 他就给我叫乖 小弟 你确定你要回学校吗 现在学生不好教 我说对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所以我就 好我要立志要改变现在的学生 让他们真的在欢乐当中学习到东西 好 有热情 但是我的上课里面有一个 就是要做笔记 现在学生不会主动做笔记 那我就观察为什么不做笔记 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个我就说 不然这样好了 同学 有一个东西叫做 图像记录 有一个工作叫图像记录师 我应该 老师应该有听过 我就说很简单 我就跟他看那个图像记录师的影片 看完之后来 我就发纸 彩色笔我提供 纸我也提供 拜托你做笔记 然后你可以用画图的方式 去记录下我讲的重点 好 这个过程呢 其实一开始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 学生会不会画 我发现到很多 真的很会画插画 是甚至那个美感 艺术美感非常强的学生 被淹没掉了 我甚至问他说 同学你画得很好 你为什么没有读 美术相关设计的科系 他说 因为我爸妈不让我读 他说你只要把书读好就好 不要搞那些有的没有的 完全被淹没掉了 好 这个是一次课程里面 非常惊艳的东西 但是我在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的上课除了让学生 画出很棒的这个作品 发觉到被淹没了这些人才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那这趟教室里面 到底主角是谁 我就在反思这个问题 好 一直到呢 这边要呼吁一下 我们人在江湖交友要胜选 因为我就是认识了 下面那一位江湖人称神后的人 我发现到物交损友 听说他今天也在现场 那我江湖人称是水行侠 因为我喜欢玩水 跟水域有关 海洋有关的 所以呢 我认识了这个物交损友之后呢 他瞬间把我过去 我认为我很会上课的这件事情 完全化为乌有 我瞬间不会上课了 就开始被他挑三拣四 你这样不行 你那个不对 你怎么样 你这样教没有 教到教学目标 那我要该怎么教 我瞬间不知道该怎么教了 但是这个双师共受这件事情 确实也改变了 我在教学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跟他共开那个痛识课 我们有共同受课 双师共同受课 然后被这个神 手把手一直这样 一路这样带 然后到后面我就发现到 我都站在旁边 都给你讲就好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那这个痛苦的过程 痛苦的过程也启发了 后面我的整个教学的一个改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结合了小组合作 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沟通 你要怎么去跟人家沟通 然后透过竞赛游戏化学习 我们把它全部通通融入了 这个痛识教育 好 这个就是我在海洋 留言终结者里面的 一堂课的过程 你会发现他眼睛瞪超大的 不是看眉 是因为这堂课里面 有一个规定 上课一定要带手机 反正学生要滑手机 我说好 你既然要滑 我让你滑个够 但是你的滑是滑回来 我这个留言议题探讨的议题 把它用进来 所以这堂课里面 手机是必备 然后一样嘛 你看各位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图像的东西 的一些记录 那有学生在成果报告上面 直接用那个小剧场 用简单的那个纸箱子 然后画那个图案 就变成是在 把我们讨论那个议题 变成一个小剧场 那这是休闲生活教育 在讨论的是溺水 所以我们告诉学生 透过便利贴这种小组分组的方式 去分析溺水跟溺壁的差别 什么样情况会溺水 什么样情况会溺壁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阶段 因为人生总是有不同的际遇 所以那一位物交损友 那一位神后就转换跑道 然后转换跑道说 你就放我一个人单飞 他就跑了 跑了之后不能放过他 所以我还是私底下 跟他有一直在 共备这个课程 不断精进我的上课的 这个方式 那同时间也导入 现在时下最夯的 高教在讲的USR计划 我也导入USR计划 有一些场域的结合 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是我独立上课 但是前面的备课 还是持续在共备 那这个就是导入 那个场域的时候 留言终结者 讨论一个议题就是 地层下线 是不是养殖造成的 我就带小朋友去 真的去养殖场去看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场域 这个还蛮厉害 这个鱼 石斑鱼这么大只 在他手上超乖的 学生你看 整个手机 连拍 像透过这样一个教学过程 那这是水鱼安全教育 让学生直接到水里面下海 我们讲那么多的 水鱼安全到底是什么 那这是学生做的 另外一个成果 包括这一个 这个教具 现在在基隆海科馆 我们跟他们合作 整个我们做了一整套 一百多组 全部送给他们 让他们去做推广 水鱼安全教育 这个也是学生想的 那我们也结合了 全联的广告的梗 各位还记得吗 这个四层箱子 你想体验的是 意外落水的翻版 还是溺水新闻头条的翻版 这个梗 梗图 也是学生的成果 那水安全教育 当然除了融入通试课程 出发之后 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然后学生 然后也有串联的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所以我话也接了体育署的 刚刚刚老师讲 体育署来自计划 其实也是将来的 那这个是学生的一个 期末作业 懒人包 那懒人包我特别一提 像比如说像最右边这一个 我今天跟 高尔市教育局已经谈好了 今年度他们的要放暑假以前 高雄市各级学校的 水安全宣导的传单 就是用我们学生做懒人包 因为更加聚焦 不然都一堆文字 各位如果有小孩 有签过那个就知道 签了半天都是一堆文字 家长看也不知道要看什么 直接懒人包就来了 所以学生的作品 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 它可以结合到地方政府 甚至对国家社会 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又再一次 回到刚刚那张图 让我惊艳的那张图里面 我就在反思说 到底我们这个 我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学生画得很棒 但是他把我画得很传神 我上课真的就是这么热情 很传神 但本人比较好看 好 然后这个 这个画得很棒 可是问题是跟我的上课的 教学目标有什么关联性 我不是画学生课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就在反思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学生 透过这样的创新的做法 不是为了心而心 而是要导回到我的教学目标 所以整体来看 从一开始的个人的 用我的热情 在上课这件事情 在反思说 谁该是教师中的主角 那第二个呢 物交损友之后 去回应我的学习目标跟教学 那这个地方是显性的 两个共同授课是显性 那隐性的就是 单飞之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会共同备课 然后去思考 怎么帮助孩子具备未来的能力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感谢各位 谢谢